今天是6月10号端午节A股放假 明天就要开盘了 明天A股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大涨呢 周末多个消息来临利好的最多 但利空的同样也伴随着 那下周的A股到底会怎么走呢 其实种种迹象表明 留给我们中国A股上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涨的话 后面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的营俊 当然还有一个消息 这段时间也是牵动着中国股民的心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 是关于量化的问题 但是感觉量化问题在什么 在高层的解读中 只能说没有超语期 只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一个解读 所以股民还是看酸 但是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高层已经出招的时候 后面会有其他的招连续的出来 如果说这个招不进效的话 马上就会新的招出来 对于A股后期的走势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结后怎么走呢 哪些又是重点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一一的疏通 讲之前平均去一波88支持一下 比如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转发 其实在这个周末 包括这个放假期间出了很多的消息 关于这个量化的 对吧 是一个热点 但同样的 还有关于什么 关于s7的 对不对 我们的s7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差 连续的杀连续的调整 股民损失惨重 但是在这个放假期间 有一些s7票 他出现了摘帽的表现什么意思 就是他本身是s7但是他复合条件了摘帽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s7不一定非会退市 不一定就不行 他有些他可以什么 可以好转后 复合条件可以摘帽 这就给大家一个信号 那就是不是所有的s7都会一罐子打死 说白了就是有一些票是属什么 是属错杀的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些错错杀票的话 在接下来行情当中会出现反出反弹的行情 会出现这么拉伸的行情 这对我们的a股人气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但是大家记住 当下的a股经过好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后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底部反弹的走势 在利好加持下它是有机会的 唯一的看点就是什么 唯一的看点就是我们的科技方向能否雄起 因为在全世界现在都是什么科技比较好 尤其是美股科技打投资 那我们科技能否能力往上了 能不能强势的爆发呢 还有大家可能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看这段时间a股下跌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隔壁的或者说一些其他市场的 表现还是比较稳的 还是比较好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 还是我们中国股市在什么 中国股市在大跌 你看硬度对吧 硬度在这一天的话是大跌 当天的服务是5.74 但是后面几个交易马上就上去了 还创造了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历史高位 所以人的股市 还是属于一个强势上创期 不仅是印度 还有我们隔壁的好多家股市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来说去 就是我们的中国股市表现的是什么 比较疲弱的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记住 你比如说像美股 美股的话 你就纳斯达克对不对 也是在上一周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 它是属于一个上涨周期 对不对 全球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的周期 但是大家记住一个细节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信号了 就是美股也好 包括印度股市也好 他们之间的分歧开始加到了 那说明这个市场他们位置有点高了 可能有些资金开始恐高了 包括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印啊 这个日本东京的指数 对不对 都出现一个高位的调整 而且这个幅度调整会比较大 那么日本东京指数的调整 会不会是印度股市 还是其他强势股市的一个方法呢 是不是预示了 他们要开始进入一个高位调整 高位出货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的走势 发现没有 他明显的也是跌破了这个6C线 好 那我们回到盘面 在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我们中国股市再不涨的话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 一个问题啊 就是美元在 这几年以来一直很强势 那么美元的强势 伴随着美股的上涨 群其他的一些欧洲股市 包括我们 亚洲的印度 香港的这些 亚度 亚洲 台湾这些指数都跟随它上涨 只有中国的股市和香港股市没怎么涨 那么在这过程中 待会就发现就是以美元 以美元美股为代表 在什么 在吸引全球资金的入局 对不对 那么这些热钱呢 几乎都到了他那个市场去的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美元的强势把其他的一些资金 把其他一些市场的资金给抽走了 对整个市场是活着形成一个大影响的 你比如说美元兑日元 大家看一下美元兑日元 他的什么 一直在怎么一直在数一个上升的走势 说明日元越来越不值钱 还有大家知道吧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亚洲的越南 对不对 他们的货币也是越来越不值钱 所以从这种我可以发现 随着美元美国股市拉高 收割的全国的全世界的一些热钱 一些资金 那么一旦说他们出现高位的崩盘式的 在一个调整的话 这些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也只有我们香港股市和中国股市属于相对的低位 但是你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这些钱从什么高高在上的印度股市 从高高在上的中金股市 从高高在上的美国股市出了以后 从美元出了以后 那么这些钱它是什么 它是要找其他的一些优质的标的去 什么去做一个投资的 去做一个潜伏的 那侯伟们全世界的资产 感觉除了中国的资产是属于底部之外 是属于低位之外 其他都在高倍 欧伟们 那这些资金就会有开始转向到中国股市的可能性 那有人会说 那现在人家还好的 怎么会怎么会转向中国呢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欧洲开始降息了 对不对 欧洲降息了 那么欧洲降息预示什么 预示很多的热钱 结果从这些欧元 从欧洲区这些国家开始流出 好 现在唯一什么唯一惊挺的是美国 是美元 那么美国为什么这段时间很惊挺 云基在什么在他的分音龙数据大超预期 以后你看美元指数在这几天出现反弹了 但是我觉得反弹 只是说在7月份美元降息的预期落空了 但是你要知道美元的强势 是吧 你觉得还能持续多久了 我倒是觉得有种可能就是美元再借反充 再借反弹 再次让大家去追高再收购韭菜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在这里形成双顶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美元将面临着资金的大幅度出逃 那么大幅度出逃的话 毫无疑问这些资金就会是吗 刚才说的寻求标的 那么这个标的也会拥有我们的中国股市 为什么会说会拥有我们中国股市 大家知道全球其他资产都已经是属于高位了 我们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很多资产都是属于什么北菜价 对不对你是北菜价 那么你的北菜价人家不来不来吗 据说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对不对 价格很低 那么人家就买买买甚至收购 甚至控股我们的相关的资产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会发现一个一个现象 就近期明显的我们的北马股出现跳水撒跌 我们的北马股出现一些崩盘式的走势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我觉得这可能是什么 是外资的一个手段 什么借机砸砸盘 砸我们的这个北马股 把北马股把我们的优质股砸到低位 以后呢 在低位大量的抄底 大量的买入 大量的收购我们的这个相关资产 以后等待上涨等待爆发 我觉得他们的策略 这个失落是非常是明确的 好歹就是我们的高层已经是很明确了 高层一直强调大家要什么 要买墙要买这个优质股 要买我们的核心资产 其实在通过中央的一些动作 我们就知道 货金的一些动作 我们就知道他一直在买 一直在在拉升这些相关资产 但是我们的很多散户 我们的很多股民却还是不太认同 所以还在害怕当中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再不去参与一些核心资产的话 可能会错过一个低点 当然如果你是做不了中长期的 我觉得你会很难受 毕竟的话这种的话 他短期可能不会太高 但是你中长期的话还是要注意的 这大家注意的 当然可能发现我讲这些问题 你暂时没有什么理解 但是你反过来想是不是是真的 例如说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 中国中车对吧 中国中车的话 其实相比起以前他确实涨了不爽 你看相比起5块钱的 他现在7块多 是涨了几十个点 是不是 但是你不得不说中国中车 他现在确实属于一个相对的位置比较低的 相比起2014 2015年那个什么 那个流失的时候 他确实是什么是比较低的 那么像这些资产的话 是很有可能被什么 被相关的一些外国资金外国机构给布局的 当然好就好 在我们的国家对提前入场了 把这个底大底给抄了起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 中国中车还是在5块钱大底附近的话 那你想想很有可能 被什么被外围资金给什么 给抄了我们的 真的是一个黄金底 不仅是中国中车 还有我们一些很多的优质资产 比如说中国中铁对不对 像这些他其实他的位置 相对说都是比较低的 现在你看4年率值较多少 只较5倍 这个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还是属于一些相对的低位的 我觉得后期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我们的核心资产 唯一强势的 唯一动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电力 电力的话这段时间上涨 但是电力的话就算上涨的话 它的幅度目前也不是很大 当然要说真正的核心资产 那就从我们银行 银行的话已经是属于相对的一个高位了 已经被顶上去了对不对 随着中央汇金买入4大行 银行的股指 银行的资产已经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上升 以后给顶上去了 我觉得随着银行的一个拉升 那么后面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资金 参与我们的核心资产来走一个炒作 所以这是重点 如果你是做中长期的 那么现在不要再害怕了 仅仅我们的核心资产做一个中长期的潜伏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做短线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点的留意在题材 和热点这一块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刚才讲了 由于美元美股 包括欧洲股市 他们都是在高位 一旦他们从高位流出来的话 那么这些资金就会什么 就会顺势流入低位 这个是 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 一旦他们比如说欧洲降息的 欧洲如果说持续降息的话 那么那些什么 再参与欧洲市场的一些资金的话 就会出逃 那么出逃的话 你想美元美股还在涨 对吧 他不可能再去高位 再去高位接盘那些高颗在上资产 所以他只能变上去留下低位的 那对我们a股的行情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刺激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随着我们新的主席的一个动作 新村长的动作 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一些 独立的市场的一些因素 独立市场的一些机制 都在慢慢的转变 所以随着 市场改革市场的不断完善 a股迎来中长期行情的 预期是越来越强烈 也好比说在货架期间 我们的券商龙头 大家都知道中信 所以这一券出了一个声音 什么意思 就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股市将会有年度的行情 什么意思 年度行情 就是不是涨了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是跨年度的上涨 所以 对于中国股市 尤其是大板块 核心资产 龙头个股的表现就尤为重要 当然从市场的反应看 我们也我们也要注意一个细节 那就说我们的核心资产 我们的大群众方向 其实很多也是属于什么 也是属于轮动的 有些方向也不能盲目去追的 这个也提醒大家 比如说我们的河 我们的黑色系 我们的煤炭 对不对 那煤炭的话像中国神华这种的话 它本身也是属于高位的 那我觉得这种这种票 大家就不能盲目再去顶了 不能盲目再去跌了 这是大家说做的不仅是中国神华 还包括什么中国石油这些 虚似说 他们的走势是属于一个强势走势 是属于一个多头状态 你可以在支撑位去做一个博弈 博弈一个波段 但是你不能在他急速拉伸的时候去追高 那一旦你追错了 不好意思你去站岗了 你就接盘了 对整个中国 这个权重方向的一个行情 我们可以避高就低 高位的 如果你有的可以慢慢的检点下来 去找低位的潜伏 后面肯定会出一个轮动 这段时间 外资杀北马 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故意的是吧 制造口号压低我们的股价 好让一些其他资金来进入抄底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